清清書寫市集 由不同年齡層的攤商所組成 年長的志工烹煮傳統美食臭豆腐 年輕人製作創意的大阪燒料理 每一攤都有它的特色 每一攤都很特別喔 有古早味的 也有漢堡啊 還有什麼大腸包小腸啊 年輕人透過舞蹈帶動現場氣氛 也身體力行推廣蔬食 市集中的美食 都讓參加的民眾讚不絕口 我覺得就是滿驚豔的 就是這些蔬食 沒想到就是跟肉差不多 因為我覺得吃這蔬食的料理的話 會讓身體有環保 整場市集都不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希望民眾攜帶自己的環保餐具 購買好吃的蔬食料理 我覺得就是整個環境是很乾淨的 然後沒有垃圾在地板上啊 或者是就是很多一次性的東西 我覺得滿好的 輕盈共創美味的料理 讓人食指大動 也透過羅麥羅麥的方式 喚醒民眾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帶新聞輝還國家花蓮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